老爷子摆密一书也是可以有的 并不是说老爷子就可以把每件事情做到天衣无缝 这个是可以有的 我觉得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想不到 投资就是这样 想不到会有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这次的止损看起来决心是很大了 就一次砍掉一半 而且老爷子就退出了这家公司 这算是他加入企业 就不做董事长了就让出来了 这算是扶老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扶老了 亏的也不少 挺意外的老爷子还是认怂了 那么认怂也是价值投资的一部分 就是当你发现投资逻辑出现变化 你原来的所有设计都不能够兑现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能是认错的时候 不是说股市走坏 股票走坏了 套的多了 不是这个 就是说在投资逻辑上面 一处理一检讨 你当年所设计的东西 这个时候不能变为现实了 那你就必须认怂 就必须认怂 所以我相信他是在投资逻辑上面 找到他原来在投资时候 这个问题这样的做到这个认准 价值投资的认准呢 其实通常也是需要时间的 他需要有段时间去验证 是不是真的错了 这个呢 今天我看有人在我底下跟着说 有点像巴辉特买这个航空股 我觉得倒不像是巴辉特买航空股 更像是巴辉特呢 当年买这个IBM IBM的那个那次 就IBM的百年老店 当时呢 他往云这个方向的在转 巴辉特呢 可能会觉得 那以IBM来讲 干云那还不得分分钟灭了这个亚马逊呢 这才是行业巨人呢 一直都是干这块的 但没想到呢 他这个转型的特别不成功 就是没有能够干到这个亚马逊 甚至呢 中间的微软的也比IBM的干得好得多 所以巴辉特只有几年吧 最后呢 才认准的 当然呢 当时巴辉特呢 也有两个选择 一个呢 就是买IBM 另外一个呢 就买他的老朋友 要微软这个股票 那巴辉特后来讲 说跟微软呢 就跟比亚盖特太仇了 所以呢 不太好下手 说下手呢 有嫌疑 就是有内幕交易的嫌疑 但是呢 你看最近呢 这个巴辉特呢 买报学的时候 还是会被质疑 质疑呢 说老爷子 您是不是知道 微软呢 要收购 报学 您提前 恰好 就潜伏了 还是有嫌疑 还是有嫌疑 就这么大老 做的投资 然后给大家呢 做分享 不管对和错 其实呢 都是特别好的教材 都很值得 我们去学习 所以中午呢 也顺便聊一下 做投资是要认错的 但是做投资呢 又是需要呢 坚持的 就是跟上是理性的判断 跟上呢 是理性的判断 然后对错 在想清楚之后呢 采取行动 不丢人 我觉得是不丢人的 投资有失败呢 是不丢人的 那投资呢 满撞 这个呢 是不行的 这真是不行的 咱们 你的判断